《千困》 《几落恩转》 《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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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凡 佛所尊 慷慨 花痴 花 乾坤 激 輪 轉 滾滾 滄桑 已夢見 滾滾 黃塵 千百劍 靜 武 城 燕 硝 堂 黎 數 千 朝 時 滾滾 流 繁 尤 真 夜 讓愛 心 變 色 幻 語 山 意 滿 人 見 山 意 滿 身 恨 見 你 算過命嗎 你相信命中註定嗎 如果人生多傳 你將如何面對 如果前途險惡 你又能否改變 世間真有操縱命運的主宰嗎 有 當然 只要你不做命運的奴隸 只要你是命運的主人 你就會像五百年前的元皇 元了凡一樣 成為改變自己命運的勇者 殷總好 謝謝你了 肉桂以前 父親 肉桂是溫性的藥 它的症狀是內熱 為何還要用肉桂呀 他呀 看似有火 實際上是虛火旺 而上熱下寒 所以用少量的肉桂 可以引火歸原 把火卸下去 哦 原來如此 你呀 還需要讀一讀各種醫書 不要死讀書 要辯證論智 方能融會貫通 是 父親 元皇今天到了 該上學堂的年紀了吧 我看這孩子聰明好學 將來啊 定能走上仕途 考上功名 做大官 光宗耀祖啊 父親 我想上學堂 考功名 這件事情 還需從常記憶 我先給你開三副藥 試試看 要是見好呢 再來 謝謝元先生 不用謝 我走了 慢走啊 元皇 幹什麼去啊 是不是又要去玩啊 我 我 我是去後院 看看心上的草藥 你順便去書房 把孫思淼的千金藥方 拿去看看 就在書房左邊書櫃的第二層 這是鑰匙啊 我 我 我可不願意 一輩子給人看病 你小小年紀 哪裡知道官場的險惡 為父啊 只希望你學有一技之常 平安度日 與世無爭就行了 去吧 Ruben 小小姐 女兒 我 编年被考 这是父亲筑的书 父亲老是不让我考科举 考功名 可是为何自己还筑这种书呢 让我找到 袁皇 书还没有找到吗 找到了 就来 快点 就来 我 我 我 你是谁 我怎么不认识你 我 我叫袁安王 就住在那边 你是袁郎中嫁的袁公子了 袁先生到我家来给我父母看过病 听说他有个公子要此生父爷当郎中 原来就是你 谁说我要当郎中了 是我父亲非让我 你是谁 你是谁 我 我是赵原外家的公子赵玲 我爹说赵原外家只有一位青衣小姐 怎么又针出一位公子来了 你都可以不读医书 不做郎中 那我为啥不可以换一身衣服 女外男装上学堂吗 原来你是为女公子 女的怎么了 这身装扮还不是一样可以上学堂 是啊 连你都可以上学堂 我父亲却不让我去上学堂 哪儿考取公民走仕途 这很正常的 那是为什么 其实我们家也不穷 我完全可以跟我去读书的 从小父亲就教我读圣玄书 让我遵孔梦道 但是就是不让我考公民 你有上学堂的机会 真是好福气 我听说镇东边的玉甫子家开了学馆 镇上有同面的人家的孩子都去上学了 于是我就缠着老爹 闹得他没办法了 只好让我改了装束去上学 这非有意思吗 当然了 听先人讲修身齐家的道理 要大家树立治国平天下的志向 远比在修楼中学学女红开心多了 还有那么多的同学 我有一个叫叶道吉的伙伴 很讲义气的 如果你来读书就可以认识他了 如果父亲能让我去学堂读书的话 那就好了 你爸爸真是个怪人 我听爹爹说 你父亲可有学问了 还写了一本叫《玉罗吉的书》 很多人都在拜读 可为什么偏偏不让你上学读书呢 我也那么明白 你看 这本书也是他写的 你父亲写得真好 他不但懂医术 还很博学 这书是他给你的 不瞒你说 他把书藏在书房里 这是我偷出来看的 你偷出来的 这就更奇怪了 他自己这么有学问 为何要耽误自己儿子的前程呢 我想 这里面一定藏着一个不能告诉你的秘密 秘密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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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 Te Pode Pick gre spell 好可爱 鞋子 一来 再来 owned ili yuan ciud 楼 完全 救命啊 元老中 元老中 救命啊 不好了 大事不好了 出了什么大事了 瑜伽村的百姓都快死光了 别着急 慢慢说 这几天村子里相继出了怪病 怎么回事 村民们都犯了上吐下泄的毛病 开始的时候以为只是小病 可是如今 有的老人 孩子都死了 圣家的壮年也快顶不住了 别着急 有话慢慢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再这样下去 村民们非死光不可 元老中 我求你快随我去看看吧 好好好 你别着急 我呀 这就随你上山去看看 小二 快拿药箱和灯笼来 行 给我 拿着 父亲 我也随你一起去吧 好 走吧 路上要小心啊 放心吧 爹 你们可送回来了 又有六个香气不行了 你可看哪 快点我去看看 快点我去看看 我怎么这么活呀 我看不像是简单的利捷 看样子像是中毒的症状 那问题大了 是谁要害瑜伽村的人呢 你们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呢 没有啊 没有啊 要不要报官 我认为 还是先不要进的官府 依我看 大家的症状都差不多 应该是病从口入 没有 村里今日可有大的婚庆喜宴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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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家每户吃的食物都有不同 那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水 水 哎 对 就是水源 嗯 我们村里没有打紧 一直喝山泉 哎 可是这么多人都过来了 也从来没有出过这事啊 是啊 还是皇儿说的对 这样吧 我先给大家开药治病 明天一早啊 你们派人上山到上游查看一下 哎哟 或许啊 会有什么线索 那就有劳元郎中了 明天你到山上去看一看 是 爹 来快 咱们去看看啊 余里长 以后您叫村民别打猎了 一定说野生坏人一样 都是有灵性的 什么灵性不灵性的 因为我们人啊 比他们厉害 所以说啊 这些动物生来就是给人吃的 那老虎也很厉害的呀 要依你说 我们人也是生来就该被他吃的了 那不是一回事吗 余大伯 我看你们村里的人 有的人没了一只胳膊 有的人身上还有伤疤 这是怎么回事啊 嗨 啊 这前几年 这前几年 你们村子不是一直靠卖山里的果子维持生计吗 嗯 怎么又打起猎来呢 哦 以前是这样 自从有一次啊 一个村民上山打了一只鹿 卖了赚了很多钱 后来啊 大家都上山靠打猎为生了 哦 这山上不是一直有野兽吗 可从来没听说过有人被野兽伤害 为何这两年他们却频繁伤人呢 爹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就是因为这两年村民们打猎毁了动物们的家 杀了他们的同类 所以动物出于自保就伤害了人 要不怎么前两年没有发生这种事呢 不会吧 还是黄儿说的对呀 余里长 这捕猎啊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啊 袁朗中 这回啊 多亏您和令公子救了我们大家的命 这坛酒啊 您一定得收下 这可是好多年的沉酒啊 余里长 我们只是暂时治了你们的病 可救不了你们的命啊 我儿子今天一早上山去了 要有了确切的消息 我给您报个信 这样吧余里长 要是有什么情况 你随时告诉我啊 好 乡亲们 请回吧 回吧 回吧 再见 回去吧 好 再见 再见 谢谢啊 再见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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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忙了吧 大伙都夸你了 你呀 就得踏踏实实的跟着我学医 再不要想什么考功名的事了 学医可以治病救人 那些四叔八股只能让你乱了心性 可是爹 您自己不是也注书做文章吗 还保余罗吉刊映出来让大家传图 我觉得爹 爹对我不公平 皇儿 爹这辈子是不会去做官的 著书做文章 只是抒发情怀 把毕生的积累 供给别人参考 你年纪尚小 还不知其中的厉害 等你再长大些 我自然会告诉你其中的原委 娘 我上离草药家 把给我们准备的草药拿回来吧 好吧 快去快回 路上别贪玩啊 走了 这孩子 叫他学医老是心不在焉的 孩子还小嘛 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 但愿如此吧 爹又出什么事了 你回来得正好 于家村又有人病倒了 于里长的儿子也失踪了 什么 那天他不是要和我们一起进山调查看守员的吗 是啊 可他一直就没有回来 我们山城都找过了也没有踪影 我看 这八成是 我看哪 你也不要妄下定论 我们还是先上山看看 我也和你们一起上山去吧 好 走吧 村里的人都在吃着山里流出的水吗 是的 村里就只有这一个水 这水怎么办 我们顺着溪水再往上走走看 好 走 走 走 爹爹 你看 爹爹 云里长 你赶快派人 把这只被毒死的野猪抬走啊 来人哪 快抬走 来 快 最近啊 经常有野猪伤人的事情发生 所以大家就专门投放毒耳 把野猪给毒死了 哎 但是 这被毒死的野猪 却死在你们的水源处 你们村里的人 正是喝了这样的水生病呢 哎呦 这个还真没料到 哎 袁郎中 那 我儿子会不会也是被野兽给 我看就这一个儿子呀 云里长 哎 我想 他应该是顺着溪水一路查看上山的 对 那 我们也顺着溪水 上去看看吧 哎 好 走 走快 救命啊 救人啊 在这儿呢 这儿呢 快快快快 来来来来来来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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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儿啊 爹 我算是捡了一条命啊 这是谢天谢地啊 只是摔伤而已 并无大碍 这要是 掉进个野猪什么的 那还真是连命都没有了 是啊 平时 我都盼着野兽掉进来 可是这两日啊 却如两年般难熬 每时每刻 都提心吊胆 真怕有野兽掉进来啊 哎 真是教训啊 玉里长 爹啊 咱以后 再也别挖紧狩猎了 哎 是啊 真是自食奇怪 哎呀 天色不早了 玉里长 咱们赶紧下山吧 哎 好 来来来来 走 走 来 儿子 花儿 多吃点 多吃点啊 嗯 来 爹 娘 今天的世界 让玉里长得了个大教训 是啊 儿子 你以后啊 要多跟你爹去出诊 对你今后做人行医 会有好处的 知道了 爹 娘 我去睡了 去吧 最近病人多 把你也给累着了 早点歇息吧 嗯 哎 我看这孩子啊 最近有点不对劲啊 是啊 会不会 你老叫他背汤头 背得他心烦呢 你看 他又点着登经物看书去了 这孩子 你让他学医 真有点委屈他了 几百个汤头 七经八落 一百零八个穴位 阴阳虚实 干皮五脏 没有几十年的功夫 怎么拿准呢 哎 这事儿 得叫他慢慢来 哎 欲速则不达嘛 再说 这行医治病 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情 可不能草率行事 急于求成啊 你看 我们年龄都大了 孩子又小 这隐情怎么跟他说呢 你这一身本事 若不能早传给他 心中又不踏实 这可怎么好呢 哎 看得出这孩子 心有洪湖之志 让他学医 真是心有委屈和不甘呢 等他年纪再大一些 我就把一百三十年前的事情告诉他 我相信他会理解的 公元1398年 兵庭兵故 皇太孙允文与大臣某一学番 燕王朱棣打出清军策境内难的旗号 依朱坚臣齐太王子成方孝 至公元1399年 在北平逝世起令 施腾今晚 之后 朱棣一举推翻了明慧帝 见年号为永乐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先旨 传方孝儒 吾皇万岁万万岁 道言先生 有何事啊 陛下 方孝儒虽然罪在当死 但是万万杀不得呀 既然你说方孝儒罪在当死 为何却又杀不得 陛下 杀方孝儒亦如反掌 但是这势必会得罪天底下的读书人哪 还望吾皇三思 传方孝儒 传方孝儒 寸甯儒 寸贞 传方孝儒 孤家自登基以来 你一直联合如临中人 诋毁朕成功大度 孤家本应把你治罪 但是孤念你在学问上 捉有剑术 朕也有稀才之心 方笑如 你乃一介如宗 所以现在 朕准备给你一个 戴罪立功的机会 各位乡亲 这次修桥 凡是出资五十两者 他的名字 就可以刻在这十桥之上 世代为人敬仰 各位可以踊跃捐银 我捐一百两 是不是可以刻两遍 我的名字在这桥上 我捐二百两 刻四遍 总之比摊得多 我愿意百零三百两 不过不用刻那么多名字 我也不稀罕 但是我要把我的名字 刻得那么大 那么大 有几个臭钱就只高强了 这哪像是在修桥 我看这人 不能光为了名声捐银 你们说对不对 对对对 王立长 请问修建此桥需要多少银两 百银三千两 那现在筹得了多少银两 只有四百五十两 四百五十两 我这里有五百两银子 您先拿着吧 你真是大恩大德 你们的功德一定会流风百事的 这次王立长倡导我们修建此桥 乃两岸百姓多年之夙愿 王立长 我的名字就不用刻了 他谁呀 他是袁顺 袁公子 他可是方孝儒 方大学士的得意门生啊 方孝儒 先命你给朕 你就一份登记诏书 以告天下 方孝儒 梁秦择磨而息 梁臣择主而逝 废帝雍禄无能 皇上不过是孝周公赴成王而已 你若辅佐皇上登基 将来你仍可认朝廷的重臣 周公赴成王 成王又在哪里 燕文是自焚身亡 那为什么不立成王之子 国家必须靠掌军来主持 自古以来 皇位都是敌传 书以待职 何以证明 难让天下人信服啊 方孝儒 这是我们朱家的事 用不着你来夺嘴 来人 礼物伺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方孝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死又来人了 方孝儒 方孝儒 燕王即位 已成定局 你这样一股心虽然保全了自己的明界 难道你就不为自己的家族考虑吗 难道你连宗党九族也不顾及 想让他们与你一同赴死 而去成全你的明界吗 这算灭我九族 我也绝不向谋反者低头成臣 九族 朕不灭他十族难解心头之恨 十族 陛下 那不是要牵连到他的弟子和门生吗 好啊 方孝儒 那朕就成全了你 灭方孝儒九族 连同他的门生弟子全部捉拿斩首 来啊 把他带下去 是 死不住这不是二军 你杀了我爸 我愿随先皇而去 方大学士 后来被凌迟处死 门生弟子无意幸免 燕王朱弟公杀了八百七十三人 袁家也受此牵连 可是这件事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 告诉他 孩子会不会不理解我们的苦心呢 当他知道我们袁家如何能留得 今天的一脉骨血 他就会明白 面团 快领旨 是 奉天成运 皇帝赵约 请看雷元顺 与随臣方向如勾结 阴谋造反 最不快胜 立即将元顺一家 押赴欣赏 满门抄斩 引田地方产 积末入宫 钦此 不 不会 一定更猜 冤 冤枉啊 把元顺给我搜出来 冤枉啊 元先生 快请快请 麻烦您送我到对岸 元先生 您请您请 刚才您捐钱修桥的一举 真是让人佩服啊 区区小事合足挂齿 是啊 是啊 您快上船 我送您过去 那就有劳了 请请 元兄 等等我 呦 是你 吴贤弟 吴贤弟 别来无恙啊 我前几日刚从京城回来 正要找你呢 听说你在这儿 我就追来了 吴贤弟 船上一叙 好 给我守仔细了 一个也不许犯过 快点 快快快 走 快点 站住 站住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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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快走 别废话 过来 走 快快点 快快 走 快走 快走 元顺 元顺没有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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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说 元顺在哪儿 说了免你死 苍天不连续 渔夫何西头 你都死到临头了还知乎遮掩 把他给我押下去 走 走 元顺的兄长因为没有供出兄弟的下落 被他们惨忍地杀害了 十年一觉扬州梦 怎看金华起风云 这一次我到金城 深深地感到 金城已经是危机四伏了 元顺你为方大学士做事 可要万事小心 吴贤弟 你可是起人忧天了 为兄一介文如 凭良心做事 量也无甚大事 好好好 难得元兄如此心胸 来 快到岸了 我们饮上一杯 我出一连 你对上我喝 对不上你喝 如何 好主意 愿听上连 朝霞映得满江红 这 这上连好是好 可是我怎么觉得有骨子血腥味 吴兄是多虑了吧 不好 川家 快靠岸 我的心突然慌慌的 莫费甲宗真要出什么事 快 站上 走 怎么这么多官兵啊 这 这抓的不是我们家的人吗 快快快走 我们家真的出事了 我得过去看一看 元兄 等等 等我听情况再上岸也不迟 要不我先上岸看看 别劳烦川家了 来 开开 到后边跟上 老公 发生什么事了 元家今日满门重战 他们还在抓元仙人呢 开 让开 看 看什么看 让开 元先生 怎么样 你家真的出事了 皇上降旨 满门抄斩 元兄 元兄 满门抄斩 大哥 元兄 放开我 放开我 元兄 元兄 我又怎能做苟且斗生之辈啊 你叫我怎么对得起元家的烈族烈族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啊 您今日能逃过刺劫 那是老天可怜你元先生啊 天不如我 天不如我 元先生 天不如我 元兄 元先生 别动 千万别动 来 船将 过来 快过来 快过来 不行 船上有病人 少多坐 快过来 你看 他吐得多厉害 哪还有滚的力气 有瘟疫 他们得的是瘟疫 我正想带着他们躲避人烟 免得传染 这有瘟疫 这样吧 您实在要查这船 等我划过去 您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滚 快滚 滚滚滚滚 来 来 他们走了 走了 吴公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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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该 我不该 我不该连累你们 你说什么 您是咱们这人尽皆知的大善人 怎么能害怕您连累我们 元兄 这个你拿着 不 不 拿着 我就不耽误你逃命的功夫了 趁现在消息还没有传远 你赶紧动身吧 大恩不言谢 后裔难表 这玉佩 请我吴贤弟留下 全当纪念 不 元兄这使不得 使不得 不好 这个 你一定要收下 元兄 一定要收下 好 就全当做 我替你保管吧 就这样 原家唯一的后代 才躲过了 那场浩劫过起了逃亡的生涯 可是皇儿 并不知道这段历史 你应该耐心的劝道才是 好 我去看看他 好 看就看吧 藏什么 不过天已经晚了 身体要紧 还是早点睡吧 来 好好睡吧 嗯 这 这书你是什么时候拿的 我 我 我是从您书柜地拿出来的 皇儿 我书柜里有那么多医学书你不拿 为何偏要拿这本书 你是不是还没有忘了靠功名走仕途之路啊 列祖列宗啊 我们原家 何时才能摆脱 这种诱惑呀 爹爹 我真不明白 为什么你不让孩儿看这种书 为什么不让孩儿考科举 我哪一点比不过别人了 郁家开了学堂 别人家的孩子都去读书了 就连赵元卫家的千金小姐也改来装束 去读书了 俗话说学儿幼则是 可为什么您就不让我去学堂呢 我说不行 就是不行 好 分湖深来分湖清 分湖水里点点心 一颗两颗无数颗 数来数去数不清 渔民苦来渔民恨 渔民眼泪撕水深 一滴两滴无数滴 泪落水面带星星 我打的比你多 我比你远 对了 昨天我在这里认识了一个少颜寡语的火花 少颜寡语 少颜寡语怎么能被你认识了 不讨厌 不跟你玩了 开个玩笑 他叫什么 他叫元华 他很苦恼 说他父亲不让他上学 真奇怪 哪有父亲不让儿子上学的 是不是他家太穷了上不起学 不是 他们家是开药铺的 怎么会上不起学 其中 定有蹊跷 瞧 说曹操 曹操就到了 元华 你过来一下 你们认识一下 他叫叶道吉 他是元华 你好 是不是谁借了你的米还给你的是康 怎么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 你们是饱饭不知的暗鸡 你们自己可以读书 却不知别人偷不成书的苦处 你父亲还是不让你读书吗 是啊 昨天晚上 父亲把我偷出来的书都给搜走了 这些大人怎么这样不识道理 岂不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名言 孔夫子说 学而忧则是 如果学都不上了 怎么走仕途之路呢 你父亲真有些不知大体 不知实物 不许随意诋毁家父 其实父亲最疼爱我的 那当然 母子血相通 父子心相怜嘛 可是你不读书 误了前程不就害了你吗 对 你还是好好求求你爹吧 可是我也没有办法 你家有什么蹊跷吗 没有 那就急了 不管他了 你要真想读书 我倒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 快说 怎么样 能行吗 当然了 快走吧 等等我 你先吃两口 好 谢谢 爹爹 家中药柜里的蒲公英块没有了 我去挖找回来 蒲公英这种草药遍地都是 用实在挖也不吃 那我去剥点桑树干回来 家里不是剩的还有吗 已经不多了 你就让他去吧 去了 哎呀 你呀 又让他出去疯 这个岁数的孩子谁不贪玩啊 与其留他在家中闷着 一副垂脱丧气的样子 不如放他出去散散心呢 把心放眼了 还怎么收得回来 你家公子聪明好学 有几次我在路上看见他走路都在看书 真是有出息啊 里面要宫 声歌洋洋唱开唱 街唱路循有七却 一卷诗人多心善 光街山远负首全 二全是人心小道 自顾爱山笑危险 三全是人我贪财 人算不如老天算 四全是人我偷盗 出犯过犯所老奸 三全是人我贫团 上方百速的时段 六全是人我贱鸟 因果无常必报还 七全是人我杀生 苦我同情不一般 爱黑银黑热 爱黑银黑热 我太密封保护啊 我太密封了 我太密尽保护 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孔子教育我们说 你们这些年少的后生们 在父母面前呢 要孝顺父母 走出家门呢 要敬重师长 说话要谨慎 说了就要做到 要守信用 要博爱大众 亲近有人德的人 所谓进诸者赤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把这段 再朗读几遍 子曰 弟子入则孝 子曰 弟子入则孝 出则地 谨而信 万爱咒 而亲人 行而余利 则以学闻 你的书到哪里去了 我的书 先生 在那呢 来来来 过来过来 你是谁家的孩子 为何不进学堂来读书 先生 我还要去给父亲采草药呢 再见 你们认识他吗 认识 他是郎中元先生的公子 他父亲不让他来学堂 元元 我听说过他 他写的一逻辑文章斐然 充满涵养与灵性 可是为什么不让他的公子 进学堂读书呢 我们继续读书 来 子曰 子曰 弟子入则孝 出则地 谨而信 万爱咒 万爱情人 心而余利 小鸟小鸟 我可真羡慕你啊 等你翅膀长好了 就可以海阔天空的自由飞翔了 哪像我 连天到底有多大 还不知道呢 站住 大叔 回来 干什么去了 没干什么 去挖丧树根了 拿来我看看 胡闹 这是什么丧树根 都是些个烂草根 你干嘛上那么大气 孩子 你不是认识丧树根的吗 怎么挖回这些东西 瞧把你爹气的 是不是去玩去了 没有玩 我是去学堂读书去了 什么 孩儿去学堂读书了 孩儿要进士 孩儿不想做被上至所至的下狱之人 你干什么呀你 来 袁郎中 袁夫人 我又来了 余历长来坐坐坐 莫非村里又出什么事了 没事儿 现在村里的百姓啊病都好了 还听您的指点种起了大片的果林 现在大家已经不打猎了 哎呀 那就好啊 我今天呢 是给您送泡酒的毒蛇来了 毒蛇 哎呀 我说里长啊 毒蛇也不能补啊 还是拿回去放生吧 哎 这是毒蛇 放生了是会毒死人的 我把他抓来啊 就是为了给您泡酒的 这是好事啊 您有所不知 这毒蛇的毒啊 是为了保护自己而生的 并不是为了攻击人 其实这些动物 如果你不去伤害他们 它是不会咬你的 正因为人们常常威胁到他们 所以啊 才对人们有了嗔恨之心 才会去伤害人的 不会吧 这是极为少见的毒蛇 被他咬的人 如果在一个时辰内得不到及时救治 就会没命的 哎 我还听说用这种蛇泡酒 可以解毒的 很难找的 所以为了答谢您啊 我特意找来的 您看啊 不好 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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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lik 快去抓水之菌 不行 恐怕来不及了 那怎么办呢 宪功 这很危险的 不能吸啊 爹 不能吸 救人要紧 毒血不及时吸出来 这命就难保了 去 去拿药去 夫人 快把花朵伞给我 要 要来了 郎忠 我这回是信了 您的救命之恩 我永世难保 别说了 救人一命 圣造七级浮屠 这药 我已经给你敷上了 你先歇着 一会儿 我就让瑜伽村的人来接你 来 相公 你怎么样了 没事 你去把里长的事 告诉瑜伽村的人 小心点 好 你 爹 相公 爹 你醒一醒 爹 爹 相公 爹 爹 爹 相公 你 你 也 Flow 爹 本来想等你长大再告诉你的 现在该让你知道了 否则我死不瞑目啊